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怎么说呢 人人平等 没什么不一样的 说什么话呢 就是没什么不一样 从本质上讲都是女性 你谈女性问题 对不对 严格说女性跟男性也没什么不一样 尤其今天的社会 当然古代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标准的叫郎才女貌 这有标准 男人是要有才 女人是要有貌 女人有才就有问题 但是你这一说 还真的就有时候发生一些问题了 当一个女人被当成帽的时候 意味不意味着她地位的降低 就是她比较低 那不会 因为今天在社会地位上 女的比较占便宜 都是因为帽占的便宜 所以大家不会这么认为 对不对 有很多人是靠脸挣钱的 你是说什么事 最近近50名女博士女博导和女性话题 关注者聚集在广东 广州一个大学的一个房子里 开了声讨会 要求谁 广东政协委员罗碧良教授 道歉 因为罗教授 罗教授是个男的了 罗教授在今年 省政协委员罗碧良 在今年省政协会议上 有一番言论 断章取义的叫做 女孩子是个产品 卖了二十几年 还没有把自己卖出去 从恋爱的角度讲 读博士不是增值 而是贬值 这几天罗博士 不是不是不是 罗博士 罗碧良 他是说 他说我怎么会歧视女性呢 我的这些女博士都是研究生 对吧 我是为他们的择偶问题 着急 我媒体断章取义 云云 反正这些女性 女性话题关注者 就不干了 就说你要道歉 你这就是把女博士当成了 把女人误化 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说的不严谨 他应该重新说一遍 他首先要这样说 男人是个商品 很快的把自个儿 甭管好赖 全卖出去了 然后你再说下面这番话 他就比较平等 如果你冷不丁 他说这么一话 他听着是有点变 因为冷不丁这样的话 男人就变成买主 女人是个产品 女人把自己卖出去 男人是买的一方 这个就听着不好听 其实男人同时 他是互为买卖关系 就是互为的 如果说这是一个买卖关系 当然我们今天从社会学角度老不承认它是个买卖关系 不是说男人和女人或者是女人对男人是一样的 你婚姻关系本身是一个契约关系 契约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个商品关系 我不认为他有什么大的原则性的错误 只是表述上有问题 表述上尤其咱冷不丁的前后都没听 就听这一段肯定是这么个问题 这个实际上关联出一个什么呢 就说女博士们的这个积怨 他们认为这个社会对他们的负评价可以说是积怨已久 听说过那个说世界上有三种人 男人女人女博士 对吧 他们会认为你像这次一个女博导就说了 我在你们那儿啊 学会一个词叫政治正确 西方人讲的啊 我发现政治正确的话有个特点 听起来啊 完全没毛病 这个理直气壮 可是跟是眼前实际的生活呢 又变得有有有距离 你比如说这个女博导就说了 说你们社会上讲的说女博士多么多么可怜 我手底下就不就我就我周围很多女博士女研究生 他们的工作做的也好 这个这个事业和家庭也协调的很好 而且即便是那个不成家的 那么一个女人 她自己养活自己 她不选择走向家庭当老婆这条路 那难道不是她的独立人格吗 不是她的人生选择吗 为什么要对这些人啊 这个这个冷嘲热讽呢 你看这个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可是谁着急谁知道 对吧 但是中国人又会又觉得的确 这个某种压力是存在的 这个是因为我们传统文化中呢 就有一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个话可不是说了很短的时间 说了上千年了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过去的社会就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候 男人肯定是为主的 今天社会是向女性迅速倾斜的 能看得很清楚 比如我们就说近十几年以来 各国女性的领导人急剧增加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过去你怎么能想象韩国那样的国家 能让一个女性就成为总统 你什么都没有 今天她就是总统 对吧 你像德国呀 这个美国呀 很多国家的这种高等级的 你包括美联储的好像新主席是个女性 对不对 这在过去你让美联储的新主席是个女性 那美国任他都不干 那今天这种倾斜呢 证明女性地位的提高 那么这女博士的问题就出来了 他就他是提高中的一个代价 因为他提高了 就换句话说 跟与之相配的东西得有提高 跟相配的东西没有啊 对不对 你觉得最近这个有一个网站 婚恋的网站闹了个事 出来了一个广告 结果这个广告就犯了众怒 这广告大概的意思是说呀 好像是一个女孩的外婆吧 怎么着盼着这个女孩啊 催她结婚 催她结婚 然后下一个镜头呢 就变成这外婆反正是身患绝症 在床上打人点逼了 然后这女孩泪流满面 拉着这个未婚夫吧 说婆婆我们结婚了 怎么着 然后引起了众怒 就说你这是在引导什么 以至于你知道真的 有些人因为这个广告啊 就春节没敢回家 因为呢 这个跟父母亲 他在电视上播 这个父母亲老一辈的 一看了这个广告 就跟他说 你看看 你看看 我们老人家就是希望抱孙子啊 就是希望结婚呢 所以有些人说 说你这个网站 你搞的就是什么价值观 是吗 这套老官大阳子的这个价值观 我们受的这个逼婚的压力 难道还不够吗 你们还要在这儿忽悠忽悠忽悠这些 越来越多 我们说的单亲家庭 不是那个离婚以后的单亲 就是我生就要单亲 现在美国很多嘛 就是我领一个孩子 甚至女性 我自己生一个孩子 对 借种 他有的都不是借 他跟谁借啊 他跟谁好 他就跟谁生一个 但是呢 我不跟你结婚 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 我独立生存 这种单亲家庭 在未来的社会中呢 这个数据 我们现在不做统议 我也不研究 我也不知道 但是肯定是在增加的 而且增加速度 超乎我们一般人的想象 我们是比较传统的 是要一夫一妻的 但是未来的社会 未必是这样 所以今天呢 这种高学历的人呢 将来的家庭 就是他可能构成一种 新型的家庭关系 这种家庭关系 是我们社会今天要探讨的 而不是女博 是结婚 是他自个儿的事 你知道 我觉得这个政协 那个是政协委员 那讲的话是不对 这个在另外 某些国家的话 不单是个道歉的问题 他连这个位置都成问题 你要是 比方说你现在是一个 哈佛耶鲁的校长 讲这样的话 或者是美国的一个议员 讲这样的话 挺惨的了 你就受很大的社会压力了 他第一个是 他那个基本的价值观 他只说女性是一个产品 他还没说商品 但是产品的问题不大 你可以说男的也是产品 爸爸妈妈的产品吧 但是他问题是 多少年要把自己卖出去 这句话的隐含里边 就是把女性的人生的价值 婚姻变成了衡量 女性人生价值的一个主要指标 而且把这个指标是卖出去 这么一个这个话的标词 词错了 说把自己嫁出去 什么事都没有 对不对 词也用错了 其实这个话我也觉得 至少我听上去不舒服 很多女的经常会用 说我今年要把自己嫁出去 对 这好像女的都会把婚姻这件事情 变成她人生的一个归宿 就好像她男的没这个概念吧 男的要想到我今年要结婚了 你就会想到你结婚以后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的担子更重了 你的人生的道路就变得更加 可是女的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找到一个好的男人 我把自己嫁出去 然后就进入 然后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了 我觉得这些真是 我说不出来这哪里有问题 我觉得女博士主要的问题出在哪 出在她一个人的学问是这样 我现在说话得小心 我千万别变成那个 你得罪她们可不行 不是得罪她们 她而且是在政协开会上 又不是私下饭桌上做这样 我们现在也是做节目 所以说话要小心 她女博士 这博士我们的概念是有相当的学识的积累 对不对 当你学到过度的学问的时候 学问有时候是过度的 我们学问中不用的部分都属于过度的 那么你就会变得 就是理性的东西多于感性的 男人 男人一般来说 至少两三千年形成的家庭观念都是港湾 就是我娶的主妇 家里得有主妇 他说不是主妇 不是我回来给你做饭 是我回来应该是饭做好的 这个观念非常的古老而陈旧 我得先把我自个说死 一会有人说你这多陈旧 我先自个说 这很陈旧的一个观念 但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影响着 至少影响到政协委员了 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就会 一不注意就会说错了 其实我觉得他本意不是那样 他可能本意更为你好 就是你的选择 你的选择就变成了 你必须要降格选择 降格选择是什么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说你要降价选择 就很难听 对不对 还是降格 降格是什么 就你不要再设想 就是你的未来的那一半 有多高的地位和学识 因为你的学识太高 我就觉得这个女的有时候也是 真上我觉得很难明白 你比如说所有的漂亮的女的 她都会很关心的 要分辨 你这个男的是不是找我去看外貌 你是不是靠个 我有时候觉得女的聊这个有什么意思 她当然是看外貌 你长得要不好看 她根本不会对你有兴趣 老说这个就很没劲 但是她恰恰 她女的不希望这样 她不希望你只是喜欢她外貌 因为外貌会变 对 什么都会变 女的最担心就是你今天我花开的时候你喜欢 明天我那样你就不喜欢 关键还是个安全感 是否安全感才这么说 我认为女的有点 我也不敢说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女的过去有一个偏见 说这女的会不会她要见多识广了 见得世界上男人的素质 或者各方面的风光见得多的 她是不是很难看上一个比她才学上水准上 这个才是问题 对吧 所以他们讲的这个学历跟婚姻的状况 关键的问题在什么呢 关键在于是女的呢 习惯于这个才是传统 就习惯于从自己的眼睛往上去 对 就是说我要是博士了 那博士以下的我就不考虑了 那我非得博士后或者是教授 或者是院士 或者是上师集团主席 或者是争取委员 院士得多的事 永远是没年轻的 那可能有总是 还诺别人讲得主等等 眼睛往上 关键是不争气的 女的讲起来一句最不争气的 就是讲男的 这男的的眼睛呢 是平视了往下面去的 他自己不管什么年龄 他下面二十来岁的 男的还有一个救货能力非常强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忽然看这女孩很漂亮 是吧 我就这一点 我放弃一切要求 对 那就救货这事了 这女的不成 女的他得各个条件都基本吻合 这事比较麻烦 男人的这个 还有的男人 他就我认识的人里 就是朋友里真有这样的人 就不喜欢太有文化的女性 你觉得女性 他虽然很有文化很有地位 但是他不太喜欢这种 他觉得回家再弄一个人跟他掰似去 他就受不了 我就这样 是吧 这句简单很好 对对对 我就觉得你比如说这个红颜知己 非常好 咱戚风对手 降雨良才 对吧 可是聊聊就行了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每天吃饭的时候跟你讲海德格尔 受不了 不忘记 还有一个就是 到晚都那么聪明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就是 男性最害怕的是女性过于敏感 就是他什么都特敏感 弄得你就不舒服 因为你比如说 哪句话没说对付 或者是你在外头有点什么事 其实也没多大的事 但回来还没怎么着 被人一下给揭露了 你就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他还是希望一些比较迟钝的 为什么 这迟钝不是不聪明 他有人很聪明 但是在某种问题上很迟钝 大智若鱼 对 很多人很喜 广东话叫板索 我们的学生都知道 也不是真索 不是真傻 但是要装傻 很多女的都是这样的了 我生活中碰到的人 女性凡是活得好了 但问到这类的 就是大得咧咧 越是计较的人 越不得好 越是平时大得咧咧 婚姻状况也很好 他反而家里不会出现大问题 凡是那计较的 就是丈夫有一言一行 都记录在案 一说提起三年前的事都算近 一提都是八年前的各种事情 说得很清楚 这就受不了 再说 如果说一个行业 原来那时候 我小时候 因为我在医院长大 就看医生和医生结婚 然后我就听长辈说这都没好 就是医生至少要跟护士结婚 或者医生跟别人结婚 就最好 他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你最好不是一个专业的人 同级专业的人 可我们过去说 居里和居里夫人都要一个专业 能探讨问题 被窝里还能说 不如理 这谁受得了 大家伙 是不是这意思 但是你的社会的宣传和趋势都是说 最好大家有共同的愿望 共同的学识 共同的怎么一块往前走 其实这是最瞎的事 对 是不是个最瞎的事 一定是 你比如说要都是画家 两口子互相还不服呢 画家还好点 尤其是一个行业的 原来我那时候 刚才说医生 那医生互相 都是医院 都是医生 主治大夫 互相说 他那个技术 有人让他扎针筋了 他那针 我都不敢让他往我身上扎 互相看不上 互相特知理 也有成功的 当然是 什么都有 随便举一个例子 他们说北京就有三队 一个是杨将跟钱宗苏 第二代就是唐一介跟月代云 第三代就是我的朋友 陈平原跟夏小红 整天在家里不看电视 两个人对着电脑 就这样 那还真是人家找着了 你这个玩意羡慕不来 是吧 那是我觉得 而且非常恩爱 出去手牵手 几十年 没错 而且你像杨将那种 那都到什么程度 成仙了 那家伙 每天拿黑木耳炖 大骨头汤 养自己 我一定要活过我老公 为什么 他就是说 因为要是女的后死 男人有福气 因为照顾人这事 男人不行 所以你看 这样 杨将的这番爱情表白 在微信上 有好多人转给我 其中就包括傅小田 很多人的梦想 就是觉得有才华的女的 就梦想像杨将那样 不过还是希望找个男子 像杨将那样 不过 不过 看《围城》 我们会发现 里边的男主角 是看到漂亮的女生就上 看到有才的女人就怕的 当然了 杨将后来说过 这个小说跟真人真实 没关系 我听说 当然是没关系 还有一个 我听说这俩 就是杨将和钱中书 你看钱中书的围城 你就看得出来 这两个人关键在于 有个乐趣 但是他好像自己写到过 但没写的那么白 什么乐趣 他们特别喜欢分析 人的心理 你知道吗 两口子每天回来 今天学校里 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那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对人性的解析 又特别透彻 所以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一个 乐趣找着跟了 你知道吗 比如说说徐子东 你看徐子东今天怎么怎么 他们说胡乔木 他两口子能聊 能聊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 另外一个 我也认为是杨将先生们 还是比较迟钝的 在这个事上 在某些事情 一定的事情 宽容的 宽容 看见跟没看见一样 或者说他从内心不想看见 我不相信 我们不是说不相信钱中书先生 而是说不相信 有这样一件事 一个男人在终身的道路上 眼睛没斜视过 除了眼睛有问题 只是有一种视力 叫管状势力 他那俩眼睛看出去 想来管 除非是这种 现在明白 为什么叫管罪篇 最有名的书 叫管罪篇 他就是这样 咱们不看 你知道吗 除非是这样 全学研究一大突破 宗管 管罪篇 我跟你说 这就说到一个本质的问题 哪个男人不透心 那不怎么说 钱中书可能没有 我也没有 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马先生 我代表女性 跟你提这么一个问题 就像你刚才说的 为什么你们男的不能说这套课 你们男的不能说大智若鱼 管的松一点 难得糊涂 干嘛老让我们女的 男的可以松 但是关键 女的天生词律比男的好 它是动物性决定的 不是你的道德决定的 它是动物性 就你本能决定的 你比如说 刚才说钱中书先生的小说里 你从他那么细致的描写 他不可能心里没有感受的 他凭他那想象给你写这小说 他一定有过这种感受 就是出轨的这种感受 他才能写出这样的 我说的是他精神上的这种出轨 我们肉体上的事 也许在作品里宣泄了 在现实的肉身当中就非常纯洁了 对 然后你的问题呢 我替他回答 就是说男人呢 其实也一定要学会大智若鱼 也学会糊涂 学会宽容 但多数是在工作场合 因为这是他主要的生存场合 所以女的如果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就是他把婚姻当作他主要的生存场合 那我代表我们女性再反对你一问题 凭什么你就认为我们女的只能把家庭当成我们的事业 这正是要反对的 对啊 所以你只要女的不把家庭当作你主要的事业 那其他那些问题就不止 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 就是女性地位急剧提高的时代 刚才我们说了领导人就是女的了 对 那么他们都冲杀出来了 你看那些成为女性的领导人 哪个是家庭特别圆满呢 朴槿惠吗 孤身一人是吧 你看看那个 但是他孤身一人不能说他家庭不圆满 我觉得这个还是保持了一个概念 就不能说有婚姻才是生活的圆满 是是是 我觉得无疑生活的很好 对不对 传统的观念说 一夫一妻制的组成一个家庭 但是这些标志性的女性 她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 我想过一百年以后探讨的问题 全是我们怎么被别人抛弃的问题 所以一切个人问题都是社会问题 对 这就是前两天我跟我一朋友聊 我说你说现在离婚的人 到底对孩子好不好 他就说 如果一个社会有一半的孩子 都是这种单亲家庭的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就没有那么悲剧了 所以这是个社会问题 对吧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喜事录 所以你少好多管事 少一个人管事 对对对 而且还多一份力 谢谢